我就想1984这个话题 除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 现在基本上完美重现了 就在我们2024年完美重现 那正好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1984到现在正好跨越了中国最繁荣的40年 所以我们就说等于像我这一代人来说 就等于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的1984是什么 然后再看看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又是什么 现在怎么又重现了 那比如说我们在讲的 其实乔治奥威尔的1984 其实上在他欧洲来说 整个华约的共产国家来说 他是真是神寓言 也就是说正好这帮共产国家在1984 就重现了他1948年写的这个小说的所有清洁 而且同样是因为这样的东西 使到整个华约基本上都在五年后崩溃 也就是说整个以苏联为首的这一批华约 东欧国家的共产国家 基本上在1989年 1990年91年全部崩溃 而正好中国共产党带着的这个中国 正好在1984之前 因为自己活不下去了 改革开放了逃过了这个劫难 实际上中共能够避掉了当时整个华约 这些共产国家的一起都崩溃的浪潮 也是他正好已经提前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 到了1989年的时候 中国的各方面经济虽然腐败 关倒很盛行 中国也同时出现了包九民运 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比起70年代是好了许许多多 因为我们是亲历者 那我讲讲我的1984 真正的1984 我们在过一些什么日子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回忆一下这个 对我来说挺值得回忆这个东西 就说我1984年 我正好是大二 正好是大二 然后那个年代 其实上对我们这代人来说 还是挺值得怀念和憧憬 就说那个年代 他是在中国 特别我在广州 我们是比较早步入改革开放 比较早体会到经济的发展 我估计1984年在北方 东北各省可能还没有太过开放 但是在广州呢 因为跟香港非常临近 所以只要政策一开放 就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的思想 各种的电影音乐 什么东西就 一起就冲过来了 所以对我们这代人来说 那个年代冲击是非常大的 一就说校园的气氛非常开放 然后文学方面呢 有很多伤痕文学啊 很多反思的文学啊 然后呢 特别在我身处在广州的大学里面呢 我们是能够看到香港的电视的 因为当时呢 国家对于我们直接 立天线收看香港电视呢 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禁忌在里面的 所以从那个年代来看呢 就是说我的1984呢 是能够充分体会到 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 一我们能够去上大学 是吧 1977年开始高考 我是1983年的大学生 然后呢 广州有了第一批的重点中学 我也是广州第一批重点中学的 第一届学生 所以从很多的东西来看呢 就那个年代 的确给我们这一代人啊 好多的机会 所以我是挺怀念那个年代的 那从我这个来说呢 我读的专业呢 是IT 我叫计算机科学 然后在1983年的计算机科学 吸引人也是我们当时 我们大学的第一届 也是说整个我们的学科设计 所有的东西 都在摸索中 我们是从数学系 转过来的计算机科学系 就当时数学系 特别造一个分数特别高的班 就准备到83年造进来 84年就转成了计算机科学系 那时候呢 我还有很 就对我来说最有记忆的 就是苹果电脑 你可以想象啊 就说苹果电脑在1983年开始进入中国 那时候叫 Apple 2 那个电脑跟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电脑呢 就可能差别就太大 那个电脑是没有硬盘的 它只有一张360K的软盘 还是挺大的一张软盘 然后呢 所有的程序什么东西就靠那个软盘了 所以呢 它的计算机的语言也很简单 只有当时最基础的basical语言 但是呢 那是我们全中国来过 第一批能够见到计算机的人 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是非常的新奇 但是呢 不巧呢 两年后 苹果 就Apple 2之后就没有产品 就苹果突然间就 就被IBM PC的兼容机重刷掉了 然后苹果就从这个市场上 好像销声立即了 一下子就从8485年以后就不存在了 就没有产品再出现了 但是 这一点也是我们那个年载所起 能够体会到的奇迹 居然十年后 苹果还没死 苹果再重生 造出了它的 就说 Microsoft以外的操作系统 就是Machintosh 就是我们现在的 苹果 MacBook啊 这些的全身 的操作系统 然后呢 苹果从此就开始了 特立独行的 单独一条路线发展 它自己的操作系统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 所以呢 从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见到的 电脑也是苹果 到现在我们所用的 基本上我们所有在我这里用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苹果 所以就那个年代 对我来说呢 是很值得怀念的 1984 但是呢 经过 到现在 整整过了40年 这40年呢 我们经过好几个阶段 我们经历过1984到1989 中国的开放繁荣 到了1989以后 89 六四 我们是 算是亲历者 虽然我不在北京 但是广州的大学也同样是 发生同样的事件 但是只是说 没有到了 就是说坦克进程的地步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 当时的情景 就说八九六四的当天晚上 因为我们是能够看到香港电视的 就相当于北京的情况 是直播在我们这些广州人面前 然后当天呢 就是我们是知道 一直 就香港的记者电视 是不停的报道 所以我们当时是看到这个情况 然后呢 同时校园里面就传出了一个 就是说一个消息 就说解放军已经到了天平假 而当时广州的大学除了中山大学以外 所有的大学都在天河区 就我们跟济南大学 华南师大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民族学院 广东机械大学 全部都连在一起的 就等于一墙之隔 一个人一个 当时当这个消息在校园里面传开的时候 我们的学生就到处疏散 而当时我已经是大学老师了 就1989的时候已经大学老师了 我就开过摩托车 跑到校园外的公路去看 当时很壮观 整个这几个大学家 起来估计将近十万学生 所有人都往大马路上走 只要看到车就坐 不管往哪个方向开 也不管是货车还是客车 一个晚上就把这几万 十万学生疏散的一个都不剩 然后校园全部空掉 第二天所有学校都不用再上课了 也没人了 我们是经历过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从那个以后就开始不断地收紧 当时我是1989年毕业的 计算机系大专班的班主任 和那一届毕业的学生的分配前途 就暗淡的不得了 就说他整批的学生都分到一些 很没有意义的 很不重要的岗位上去 所以等于整个国家都牺牲了 1989年毕业的所有大专生 本科生研究生全部给 他们的前途都给放弃掉了 然后之后就会发现 发生了各种的收紧 言论收紧 各种的调查 清查 逐渐就 其实当时的大学环境里面 都是支持学生的 从学生到老师都支持 到后来经过各种的 清查以后呢 大家就不得不说回去了 然后从那以后的中国呢 就开始步入了只发展经济 而不做任何体制改革 而这也是今天 中国到了今天 走到了一条死胡同的主要原因 因为你本来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 你必须进入政治改革 否则你的国家就在两条轨道上走 越走越远 就等于一条轨道 你看现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吗 我们一条轨道 所有的体系 经济 金融 教育 科技 全部都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 没有一样不是 百分百引进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系 还是从苏联老大哥那边学来的 没有改变过 在降华边这两条体系 越拉越远 到今天彻底把中间给拉崩了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 2024年 就真的重现1984 那1984重现以后 2024年重现以后 究竟中国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也就是说 1984到1989的时候 东欧这些共产国家全部崩溃 那也就是中国现在 才晚了40年再步入1984 然后他会在哪一年崩溃 我们都在拭目以待的 就说现在我们对我们来说 我可以回忆1984的美好 同时我们也看到 1984在2024年的中国重现 你看到所有的这些监控 老大哥 真理部 那个电幕了 都完美的重现 乔治奥威尔真是一个天才 他估计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从那个地方学来的东西 就是说 直接把1984当成 他的管理模型来学 可能是他们教科书类的东西 那我就先扯一下 我所想到的 我的1984吧 啊